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Reator Query这个Fetching API的套件 好,那在使用Reator Query之前 我们大家简单了解一下说 为什么我们会去使用到这个套件 它可以帮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好,那还记不记得你一开始在学习Reator 或者说你现在正在用Reator去抓别人的API资料 回来做解析这个过程 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点 第一点就是说你不确定说 你的资料是不是完整的被拉回来了 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像是Arrow啊 或是目前是Pending的状态 又是最后是Success的这个状态 你很难去判断 即使你去做一个判断 你也需要去使用几个State 去把这个State给设定一下 例如说,如果现在发生Arrow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Arrow的状态设定为True 然后把ArrowMessage显示在画面上等等的这些操作 好,那前面这些其实都还算简单的 那如果你到后面可能会需要一些复杂的功能 例如说这个快取的机制 或者说它这边有写嘛 就是Caching 然后还有Synchronized的这个机制 你可能会很难去实作这样的功能 那不用担心 Realt Query都已经帮你做好这些事情了 它这边还有做很多的解释说 为什么你会去需要使用到Realt Query这一个套件 这边可以自己去慢慢看 在它的官方文章这边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好了 好,那一样在使用Realt Query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不使用Realt Query的话 我们一般会怎么样去把别人的API资料抓回来 然后显示在画面上 OK,我们先看这个简单的动作就好了 好,所以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一支档案了 叫WithoutRealt Query 那里面我就是用UserFactor去抓别人的API 好,那我这边简单的讲一下 我有三个State 一个Stata 然后Success 还有Error ErrorMessage 好,然后里面这边就是去抓别人的API 那假设今天这个API的状况 它可能是不是200 不是正常回传 或者说它不是OK的话 这个状态不是OK的话 那我就直接Throw New Error 它就会跑来这边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ErrorMessage 我这边制定的ErrorMessage给设定进去 然后设定进去之后呢 我这边还会去判断说 如果今天有ErrorMessage的话 我就直接回传这个ErrorMessage回去 就不会去渲染我的其他的画面了 那如果正常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资料 直接SetData 用这个State 这个SetData 把它装进这个DataState里面 然后最后完成了嘛 那就显示Success 所以这边我还要去判断说 如果这个状况是Success的话 我们再去把资料显示在画面上 所以你可以现在看一下我的画面 就是把全部的资料显示在上面 也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一般在抓API的时候 会去需要看说 我们需要哪一些栏位 对不对 那通常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 可能是Console Log出来 然后在这边去一个一个看嘛 那Reater Query 它有提供另外一个 它自己的这一个 Developer的这个套件 这个Tools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写我们的Reater Query 好 那一样我这边已经先装好它的这个套件了 你只要下这个nps.reater Query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套件给装起来了 就这样一个而已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先把 它的这个DevTools先给建立起来 所以来到我这个main.jsx 那如果你是使用CRA的话 那应该是index.js 好,这边我需要import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我的query client 然后再来是我的query client provider 这个 最后一个我这边需要手找 所以它好像抓不到 Reater Query的DevTools 然后这边要把它 Reater Query DevTools 给import进来 好,这边我们先建立一个query client 所以这边直接给它一个变数 等于new Query Client OK,那我现在就需要用这个provider 把我们的整个application给包起来 所以就直接把它包起来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client的这个prop 我们需要把query client给传递进去 我就把它复制过来 好,然后在这个底下 然后再去把这个Reater Query DevTools 给渲染出来 OK,大概是这样就好了 好,那么现在储存以后 回到我们的画面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画面看一下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画面的左下角 出现一个Reater Query 这个套件的icon 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打开来 你就会发现说 这边有一个DevTools 就在这边了 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抓 用它的这个 Use Query 这个hook 去抓任何的资料 所以现在上面是不会有任何东西的 好,那把这个DevTools 建立完以后呢 我们就来写程式嘛 我们就来用Reater Query 来抓别人的API 所以这个可以关掉了 然后这个也可以关掉 好,那我就直接在我的APP.jsx 这支档案里面去写 Reater Query的这个程式嘛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要 import进来的是 它的这个hook 这个hook叫做 Use Query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使用这个Use Query 好,那这个Use Query hook 它有两个参数需要传递进去 好,第一个你可以帮你的这个 这一次API 好,抓API这个动作取一个名称 那我这边是抓这个pock API 所以我就叫它pock API就好 好,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去取的 好,那第二个要放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它放我们这个抓别人API的这个function 好,那你其实不用像我们一开始 在Use Effect里面写这么的复杂 但是我一样会需要用到里面的程式嘛 所以我直接把这整个function复制起来 好,然后贴到我的component外面 好,这边我就不用try catch了 好,也不用去判断 我这边都不用了 好,我只需要干嘛 我只需要把接收到的资料 也return回去就好了 所以这边return data 好,就这样就好了 好,所以我们就把这样一个function 放到第二个参数里面 贴上去 好,那 假设今天成功的话 我们这个 我们结构出来的这个参数里面 或者说这个变数里面 就会有一个data 会显示出来 又或者是说你想要去知道说 目前抓API这个状态 它是成功或是失败 那你可以用它提供的这个布林值 是success 然后或是isError 这边也没有看到 它有提供很多的这个变数栏去做使用 那有一些function 我们等一下也会去使用到 好,这边先讲这两个 OK,我们先看这两个的状态就好了 OK,我们先把它列印出来 那是isSuccess 然后就把它丢进去 那这个isError也是一样 好,那如果成功的话 我的这个isSuccess应该会是true 那isError就是false 好,那我这边是把 withoutRealtQuery这个component给删掉 我们应该不会再去使用到它了 好,然后储存 来看一下我们的console 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好,那你就会发现说呢 有没有 我们这边有这个显示出来的嘛 isSuccess还是true 然后isError就是false 好,然后这边还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有没有 看到我们这边 RealtQuery这个devTool 这边有一个pokAPI的文字 就是我刚刚帮这个API取的这个名称 好,所以你打开它以后 你就会发现到说 在这个Data Explorer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一次的请求拿回来的资料 有哪一些 好,这个API资料有哪一些 有没有,就显示在这边了 好,所以你就不用再把你拿回来的资料 console log在右边这边 然后去把它展开来看 你可以使用它的devTools 我在这边去看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这边也有提供几个功能来去使用嘛 refeach 然后invalidate reset remove 这个都是你可以去做测试的一个功能 好,ok 那我就把它拉下去 好,那回到我们的画面 好,那这边还有几个参数来介绍一下 好,有一个 Data Update At 就是说你的资料抓回来的时间是什么 我们这边也去做一个判断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error 假设今天error发生了以后 它发生在什么时间点啊 然后有几个error发生 几个 这个error的数量 然后最后是我们error文字 好,那我们这边先在意这个error文字就好了 所以把它console log出来 我们就这些显示在画面上好了 我来判断一下 假设今天这个isError 它是true的话 我们就直接return这个error的message 所以error error message 好,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还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把这个日期的转换的function先贴过来 我要把API更新的时间显示在我们的画面上面 所以这边我就去把这个function做一个使用 data update OK,就放在这边 编一个h3 data update OK,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现在来故意让它发生error 所以我这边后面全部乱打 好,把我API的网址乱打 然后组存 然后到我们的画面 OK,我这边重新整理一下 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注意看我的右边的console 是不是一直在跳我的stat出来 我们刚刚console的 然后最后有一个error的讯息显示在这边 好,那这边我们就要讲到它预设的一些机制 这个react query预设的一些机制,还有一些行为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mportant default 好,那我们刚刚触发那个行为 其实是在这个retry这边 好,假设我们今天打出去的这个API 它捞不到资料 我捞不到资料回来的话 它会帮你试三次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刚刚其实 总共它打了三次出去嘛 都没有拿到资料回来 那如果三次都没有拿到资料的话 就会显示我们的error message了 好,所以这个retry数量 好,retry次数还有时间点 你其实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在这个retry还有retrydelay这边 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现在哦 再回到我们这个画面 会触发一个事件叫refocus 这边有一个机制要来讲一下 假设你今天到其他画面之后 又跳回你的application的话 就会触发它这个window refocus的机制 它会帮你重新的再打API出去 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一个画面 我们就点下去 你会发现它又开始打API出去 尝射打API出去 然后最后呢 三次失败以后 又显示error message在上面 好,所以你看再一次 切到其他画面再切回来 好,又一次 好,这个是它内建的这个机制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把它关闭 好,那怎么来关闭 我们现在教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走 OK,回到我们的VSCode 好,我们现在可以在 Use Query这个hook后面 再多加一个参数 它是一个物件的形式 好,那所有的设定档 都可以在这边去调整 所有的设定都可以在这个hook里面去调整 例如我们刚刚说的retry 你可以去改变这个retry的这个次数 或者说retry的delay要多久 你都可以去自己调整的 好,那我们刚刚说嘛 我们要把这个refocus的这一个功能 给关闭 所以我们只要打refocus 看一下refocus on refocus 这个refish on window focus 这个我们把它改成focus 把这个功能给关闭 好,那如果现在存档的话 再回到我们的画面 我们要重新整理一下 好,让它先retry 然后失败之后跳出error message 跳出error message以后 我们现在跳到另外一个画面 再跳回去 没有发现说刚刚那个行为 没有再一次的被触发了 我们刚刚如果跳到这个画面 再跳回去的话 它会帮我们再重复的 重新的打API request出去 但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们把这个功能给关闭 OK,所以这边又提到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好,然后这边还有一点 就是你的这个catch 它有一个garbage collector的 这个机制 5分钟以后 它就把你这个inactive的 这个state给清掉了 那这个时间 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 在这个catch time这边 这个都可以去调整的 好,那我们就接着下去看 好,那我这边先把API的网址 我先改回正常的 让我们可以去抓资料回来 那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说 我还要去判断一个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故意再让它发生一次error 那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error 好,那我这边因为有资料回来了嘛 所以我把这边的这个 已经写好的样式给复制一下 我这边只是 我把拿到的资料 然后稍微装饰一下而已 然后写在画面上 如果想跟我一样的话 你就把我的github的这个程式码 给破下来去做使用就可以了 然后css这边 我也把它调整一下 好,然后在这个crossman 我把它改成box OK,好,那现在储存以后 回到我们的画面来看一下 现在是有资料的 但是我们如果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说画面一片空白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去判断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抓API的这个过程 资料是不是已经真的回来了 因为你下次看出我们只是打API出去 然后把拿到资料 拿来解析写在画面上面 但是你没有去判断说 它现在是不是还在抓这个API资料 这边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可以解决 我们直接把这个 isLoading的这个状态 或者说isFetch 这边有两个状态 我用isLoading 去判断一下说 假设今天这个isLoading是true的话 那就代表它在Loading嘛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回传一个Loading的这个文字 OK 好 那再储存一次再回来看一下 会不会有在Error的发生 重新整理 OK 你就会看到说 这个Loading的这个字 在左上角这边有 其实有很快的闪过 但是之后就直接把我们API资料拿回来 然后现在在画面上面 OK 所以这个是要你在使用 那这个RateCredit之后要去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你拿回来资料也是一样 不能直接去做使用 你要去判断说 现在这个资料回来的没有 那它的状态是什么 那就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好 那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使用 RateCredit的Use Query这个hook 把资料拿回来了 好 那我们还要再介绍其他的功能 OK 我来看一下 那Queries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我怎么使用这个Use Query去抓一些资料 回来做解析 那这边有几个状态 他也有帮你列出来了 所以这边写的非常的详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Queries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Queries 好 在抓API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时候需要依靠一些传递参数进去嘛 然后根据我们传递参数的进去 再打一次API的request出去 然后去拿不同的资料 好 例如说Pagination 这个分页嘛 假设我们现在是在第一页 那我们如果要取得第二页的资料 假设API有提供的话 我们就要发这个2出去嘛 就取得第二页的资料 例如像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Queries Key 好 那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功能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首先第一个步骤 你要在Use Query这边 把第一个这个参数改成一个阵列形式 好 然后一样在第一个参数 我们就放名称就好了 好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Queries 这个Queries Key 这个Queries Key 会在哪里去做使用 我们先传一个2进去 好 那这个2会传到哪里呢 会传到我们这个FeshPog API 这一支抓API的function里面 好 那要怎么去把它取得出来 我们直接在里面解构 Queries Key 就好 好 所以我们就先Console Log 这个Queries Key 看是不是这个2 是有被传递进去 我们再多传几个好了 传一个字传进去也可以 Hello World OK 然后储存 回到我们的画面 重新整理一下 你们看到说我们的Queries Key 就在这边了 第一个是我们的名称嘛 第二个是 我的这个Queries Key 第三个 第1 2 3 4 7 这是我的Queries Key 好 所以我现在可以根据这个Queries Key 去判断说 目前我要去取得哪一个资料 好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判断 OK 那我这边Queries Key 刚刚是第一个嘛 所以这边可以稍微改一下 把这个1 直接改成Queries Key的第0笔 你要这样写也可以 或是你要用解构的方式写也可以 应该说第一笔 第0笔是我的名称 这应该是第一笔 好 所以如果这样 现在这样写的话 它去抓编号2 的这个资料回来 我们一开始预设是1嘛 好 所以储存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 重新整理一下 OK 它就把编号2的这个资料给抓回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希望做到说 我按这个next 好 它就帮我把这个编号加1 那previous就是 previous就是把我的编号-1 好 所以我们这边需要一个state 好 这边再去建一个state出来 所以usestate 好 然后我这边是要做图件编号 好 比较符合宝可梦的这个概念 好 那预设的话 是给它1 就是抓第一笔的这个图件ID dexid stexid ok 然后在我的这个previous 这边 onclick 好 这边我就不用 我就不去做太多判断了 因为我们可能在正常的情况下 你需要判断说 如果现在变号是1的话 你就要disable这个按钮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做这个功能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好 这边就把 拿到的资料 previous piv-1 那这个function 就是全部复制下来 好 这边变成加1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ID 我们应该要宣告在上面 好 然后把这个ID给丢到第二个参数这边 把这个2换成我们的JSID 给丢进去 好 然后现在储存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 好 重新整理一下 好 然后按下Next 好 你们看到这边就有 然后再按下Next 好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边又要再去讲它的机制了 好 我们现在从第一个开始看 你会发现说我们刚刚取得的资料 对不对 它是不是 我们在按下Next的时候 它会帮我们保留资料 就不会有画面闪烁的问题出现了 好 你看这个刚刚3 这个变号3是我们已经取得过的资料了 那如果我们下去取得一笔新的资料呢 4的话 注意看一下我们画面上的变化 你没有看到说有一个Is loading Loading这个字眼瞬间闪过去 有没有 有看到吗 那这是因为你取得了这个资料 它会先帮你保管在这个Inactive这边 刚刚我们有看到吗 在这个机制这边 Inactive 这边有没有 Default它这个Inactive 会帮你保管5分钟 如果这个5分钟过去 这个资料都没有再去被用到的话 它就去把它清空了 就像我们快取的机制一样 好 所以如果现在5分钟过去 我们资料都没用到的话 我们再按一下按钮的话 它就会有那个重新Loading的这个文字出现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进行设定一下 我们把这个Inactive 这个CatchTime 我们设定为1秒就好了 1秒就直接把资料给丢弃 好 所以这边设定一下 在这个CatchTime这边设定为1秒 好 储存 然后重新整理一下 好 注意看一下我的Inactive这边 目前是0嘛 好 然后按一下Next 1 1秒之后清掉 资料就不见了 就把它清掉了 好 然后再按一下Next 有没有 又是1秒之后清掉 如果我们再回去的话 有没有看到 刚才有一个很快速的Loading的字 闪过去 好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快取的机制 它又需要帮我们把资料重新 Render在我们的画面上面 但是这个每一次 它其实都是有打API的Request出去的 这边其实都是有打API Request出去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要注意一下 好 那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好 那在这边要再讲一个 Disable Queries 假设你今天你的这个需求比较特别 就是说 你可能是一开始在画面上 不会显示任何资料 直到使用者按下某一个按钮之后 你才去使用这个Request Use Query去抓API资料回来 好 那这边我们就需要来讲一下 怎么样来设定 OK 所以回到我们的VSCode 好 那第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在这边 我们都把这个都删掉好了 这个参数都删掉 我把这个Enable改成False 好 所以它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不会去执行你的这个FetchPokeAPI 这个FetchPokeAPI这个Function 好 就不会拉资料回来了 好 但是这边呢 我们需要再判断更多的东西 如果它没有任何的动作的话 它会是一个IsIdle的这个状况 就是目前是闲置中的 好 那IsIdle完以后呢 我们还是需要去取得说 如果我们等下按下按了之后 要怎么去呼叫这一个Function 对不对 所以它有提问一个Refetch的这个Function 这是一个Function 好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一样 做一个判断 假设呢今天 它是IsIdle 所以我们就Return NotReady 好 然后 这边我们也给它一个按钮好了 让它可以去 等一下 我这边应该要把它装进这边 那这边写下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呢 就会去Fetch我们的API 所以onClick这边 我们要它去执行Refetch的这一个Function Refetch 直接去自己这个Function就好了 好 那现在储存以后 我们来回到我们的画面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Button is not defined 我的Button好像打成大鞋 好 这边把它改一下 再储存一次 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说我的画面上目前是 呈现Idle的状态吗 因为我们现在把Enable关掉了 把它改成False 那如果我们按下Fetch这个按钮的话 它就去执行Refetch的这个Function 所以我们按下去 诶 你们看到我们的资料就回来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如果 需求比较特殊一点的话 你可以去预设 把这个Fetch 一开始Fetch API这个动作给改成False 那你就需要去把IsIdle 还有Refetch 这两个东西给解构出来做使用 先去判断说 它是不是Idle的状态 它是不是闲置的状态 如果是的话 你应该要给它一个按钮 或是某一个动作 让它可以去使用Refetch的这个Function 好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说 怎么一次发多笔Request出去 然后把资料都拿回来 这样一个需求可能也是蛮常见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官方文档 在这个ParaLite Queries 这个底下 有一个Dynamic Paralite Queries with Use Queries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是要Use Queries 我们是要Use Queries 好 那就把这边这个程式码 我先把它复制下来好了 好 然后 这边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我们全部都删掉 这个都可以删掉 全部都删除 这边也都删掉 这边我先注解起来 等一下我可能就不会 把我们拿到的资料前列在画面上面了 因为我们还要再用Map function 把资料读出来 我们就去示范说 什么用Use Queries 把一次send 一次发很多API request出去 然后把资料一起拿回来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现在这个Use Queries 我要改成Use Queries 这边都可以删掉 这边都可以删掉 都不要 把它清空 然后在这里 Count 我刚刚有复制 就把它贴上 然后这边改一下 Cumon Queries 好 那这边它内建 一开始是使用一个 正列的方式 然后去读里面的ID 读这个Use ID 所以我现在这边也建一个 空的 不是空的 这个ID的阵列 那我就建无比 345 然后去用Map的方式 把这个ID都读出来 然后把它放进 我们的Query Key里面 然后这个Function 也要改成我们自己的Function 然后把ID丢进去 那现在它就不会接收到 我们就解构Query Key 所以我们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 是没有办法拿到资料的 我们就直接把ID传进去就好了 然后直接在这边去做使用 这边要把变数传进去 好 然后这里把Pokemon Queries 给Console Log出来 好 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检查一下 好 那现在储存 回到我们画面 来看一下Console 重新整理一下 好 你就会发现有没有 它就有五笔资料回来了 好 那注意到一点就是说 每一笔资料 它其实都包含着 我们刚刚一开始用的那一些 Stats 然后Is loading Is access 等等的 所以你如果需要判断说 你今天抓回来这一些资料 这一笔一笔的资料 它的状态O不OK的话 你就需要另外再去做一个判断 好 那我可以在这边去看一下抓回来资料 第一笔 Data 确认一下是每一笔都不一样 没有 我们抓回来资料每一笔都不一样 OK 所以这边就示范说 如果你一样有这个需求 你需要一次 发很多API Request出去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Use Queries 然后你的Query Key 当然也是要用ID 或是用一些参数 就要有不同 然后让他发Request出去 这样子 好 那今天针对这个Request Query的影片 就是介绍到这边 好 那希望有帮助到各位